第四十集 长长的欢送队伍 看不到头 也见不到尾 前进的部队 也仿佛是江水般 咱们也留不尽 西陶元帅李世民 高高地坐在一匹雪白的千旅居上 保尝着百姓们 家道欢迎的滋味 在他看来 这一次热烈的程度 远远的超过将近一年前 他们李氏家族进驻长安 那时候 他只能跟在父亲与大哥的身后 而现在 李世民的身边 已经有了 左卫大将军柴少 右骑大将军侯军吉 行军典千长孙无忌 行军元帅长使屈突通 右光路大夫 刘洪基 谋士防玄陵 参军杜如慧 陈骏公 阴开山 等等 李世民虽然年轻 而且太过年轻了 或许是生在那样的军事世家 或者是已经经历了太多的魔力 他却没有一点小青年那种得意 英俊的脸上 显然露出了笑容 但这笑容中却明显有一种禅静 他微微的向左扭头对妹夫柴少说 我感到我身上的担子很重啊 右边的房玄陵立刻鼓励他 大家一起挑会轻一点 李世民点点头 策马走出城外 广阔的关中平原 一览无余地展示在他面前 李世民昂起头来 望着茫茫的原野 心中诬陷地感慨 他想到了即将奔赴的战场 荆州 对于这场战争的具体打法 在他的秦王府里 他早已经讨论得清清楚楚 现在只要将这些想法 付诸于实践就可以了 记得在讨论此次战略的时候 开始是众说纷纭 最后是参军杜儒惠的分析 得到大家一直认可 更得到李世民的赏识 我大唐如今 具有关中 巴蜀和山西等地 五产丰富 楚粮丰足 民户稠密 兵源非常多 那薛菊的龙右一带 属于游牧之地 户民稀少 兵源全无 如此看来 只要我们深沟高垒 避而不战 烧待时日 敌军不战自退 到时候城市追杀 定刻一战 而攻城 想到杜儒惠的分析 李世民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容 不由地回头看了看 跟在后面的杜儒惠 然后 策马扬鞭 飞驰而去 身旁的一群文臣武将 捡了 相互一笑 紧跟着向前 发兵至高速 只见这儿 果然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正是 避敌不战 深沟高垒 一批敌人的好地方 李世民心里非常高兴 下令安营扎寨 打了这么多次仗以后 如今的李世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经验 如果要做一个好的士兵 就应该认真地考虑如何杀死敌人 如果要做一个好的军事统帅 就应该认真地考虑如何更好地保存自己的部队 从这个经验来看 如今的战事安排是非常合理的 到了夜里 明月如沟 李世民带着几个随从 踏着夜色 前去先锋 留红机的营房 快到的时候 听到几个夜巡人员 在议论这场战事 听说 学举父子都是能争善战的猛将 那士族人人善于骑射 一个个都是不好对付的 再怎么不好对付 也是我们元帅手下败将 不见得 要真要是这样的话 元帅就不会下令坚守不出 是啊 我也这么认为 别人来侵犯我们 我们坚守不出就是害怕 在事情上就终于会 长此怎么下去 敌人的世界越来越旺盛 而我们的士兵 会一个个下破胆啊 李世民听到这里 呼吸急促起来 他皱了皱眉头 迈开大步 回到自己元帅大张 他想了想 令人传来刘文静 殷开山 刘洪基等人 在讨论战事的时候 这几个人 都是主张积极应战的 李世民 征讯地问大家 我看 我们还是应该出击一下 半夜三更 正是睡梦正憨的时候 大家被传到元帅大政来 听到的 却是李世民这么一句 没头没脑的话 愣了好一阵子 大家才明白怎么回事 可是在秦王府讨论战术的时候 元帅不是主张 深沟高垒吗 他们有些不明白地望着李世民 你们这是怎么了 唉 我再问你们 现在我们是不是该出击一下 刘文静便第一个开口符合 是应该出击一下 我们不可能打不赢他雪局 狠狠地出击 只会缩短战争时间 刘文静第一个开口 在秦王府讨论时 他就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如今一点也没变 我也这么认为 就像上次打浮风军一样 斩下他上万的人头来 就是让他们知难而退 原来几个主战的人 都发表自己看法 李世民为之精神大臣 立即发出命令 卓刘文静与阴开山 明天率军西南出城 布阵迎战秦军 薛举本来为金城郡富豪 容貌魁违 凶悍善舍 他本想报效国家 却因为隋阳帝 不抚恤百姓 天下大乱 更散尽巨万家产 结交豪杰 雄于开拓 大业十三年 薛菊与子仁国起兵 先称西秦霸王 年号秦兴 迅速的战友隆西 西平 天水郡以后 已经拥兵十三万之中 于是自称秦帝 因为其所在的隆右地区 一直是隋朝与突厥 和铜骨魂 长期冲突的地方 因此属于九经沙场 能争善战之事 最近这么几年来 薛菊出战 从来就没有输过 他的部下 士气一直非常的高昂 听说要打仗 一个个魔群擦掌 兴高采烈 就仿佛要去娶新娘 而薛菊 这次来犯唐靖 见唐军坚守不出 心中非常焦虑 正在烦躁不安的时候 忽然闻听 唐军已经在坡前 摆开战场 于是非常的欣喜 命令全军 清朝出洞 冲杀唐人 而这一战 只杀得天昏地暗 血流沟渠 秦军虽然死伤惨重 唐军更是损失十之五六 最后 终于抵挡不住 秦军的冲杀 全线溃退 一直退回长安 这才稳住阵脚 负责断后的刘洪基 慕容罗侯 李远安等大将军 生生被擒 成千上万的唐军 躺在血泊里 主帅李世民 自长安起兵以来 征战无数 所向拼命 还从来没遇上过 这么凶猛汉毒的军队 在仲将军的错语下 他一边逃跑 一边不服气地往后看 终于看到敌人如红的气势 不由得常常叹了一口气 他对自己说 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惨烈一次失败 也应该是最后的一次失败 八月的阳光 染红了金色的窗门 在红色的闪耀中 整个墨房显得华贵神秘 长孙时斜斜地靠在床头 他的丰满的松胸上 站着李世民 轻而高贵的头颅 此刻 总是精神抖擞的他疲惫了 躺在自己心爱的女人的怀里歇息 他像是一个大孩子 更像是一个 刚经历了一番残酷打击的大孩子 棱角分明的嘴角上 露出了一种让人爱怜的悔憾 长孙时清楚地记得 刚从战场上归来时 丈夫的那张脸 那张充满惭愧和愤慨的脸 他似乎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 略为吃惊以后 再也不说半句话 只是舒开自己的松胸 伸开自己的玉壁 紧紧地拥抱着他 感谢观看